记者正宏达台北报导 国民党立委陈学胜执行政院长赖清德时 从赖于台南市长任内的南铁东一案 执行到台南美术馆案 但赖不甘示弱 连反强化反驳 让陈难以招架 还一度将热蓝遮成口误为热遮蓝城 遭赖当场纠正 索性两人与伟生互在暖蓝 会后跟握手言和 酒局上半陈学胜义南铁东一案开炮 陈博放自救会长陈志小吃影片 直问赖清德是否曾说在台湾抗争不可能成功 像看过去的大谱事件 方次拆了 人死了 你们家要这样子吗 但早赖当场严正否认探望时 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赖魁解释 当时是在某年端午节去探望民众 因他知道陈志小父母年纪大 但许多抗争者将老人家放在前面 接受抗争压力 久而久之形成忧郁症 陈学胜文之立即追问是否可回到地下化就案 并指办行政听证 赖反问您是资深委员 要回到就案看可能吗 且该案从未定案过 陈也举桃源市铁路高架化转地下化案例迟疑 直问为何一个暖男市长短变如此大 赖和反击若他们方案拆的房子少 为何行政院不合定 由于两人一来一往苦无结论 陈学胜改战台南市立美术馆议案 表示当初他会冻结该案八千万元议算 是因浩大喜功赖奎文之抢答指成的冻结无理 表示陈不了解台南人争取了六十年 怎会用浩大喜功来形容 陈接者说美术馆定位不明 馆长临选分争不断 更糟的是财务欠佳 每年仅有1800万元购买馆葬 赖反驳若对台南不了解不宜发辞言 这是台南市民共同心愿 且有艺术家自愿捐赠作品作为馆葬 而他就是不愿照单权收馆长人选才有风波 陈学胜强调他并非不了解 不支持台南因此才在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法时 还特地为热栅兰城 陈话尚未说完 赖清德立刻插画丢正式热栅栅城 并表示他非常尊重陈的专业与理性 并赞成也是暖男 最后赖清德 陈学胜两人做此一题持续唇枪舌剑一阵子后 陈见询询时间剩余不多 便赶紧质询其他一题 双方的剑拔弩张也随之缓和下来 愿会散会后 赖成两人互相握手致意沟通许久 化解了紧张的对峙气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